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溯药 玉是诸府哲人 诗道 戒道 能离止 现在的社会 太多人 将玉认为是诸乐的因 他不知道是负 他认为是享受 佛家讲五大类欲望 财 识 名 食 碎 现在在这个世间 你出去调查调查 你去问一下 谁不爱 所以这个玉的前面 加了个字爱玉 你说他是诸府的因 他不相信 他不会接受 爱玉是诸乐的因 他拼命在追求 不责任何手段 这是现代人的理念 这是现代人的理念 现代人的思想 现代人的价值观 他怎么肯放下 你说他这些事情 将来要堵地狱 要堵三途 他不相信 你迷信 你愚恥 你不懂得享受 他在旁边笑你 不承认他错 他说你错了 你想错了 你做错了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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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众生同事 你贪恋五欲六层 他比你贪恋得更厉害 最后将果报展现给你看 你看到有没有过悟 有一个过悟回头 菩萨道一个人 有两个看到过悟 菩萨道两个人 看到贪恋五欲 所受的种种苦暴 健康失了 健康失了 家庭破裂 甚至连命都失了 有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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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跟他有缘的人 他得道了 菩萨用这种种示现 做众生 他能不慈悲吗 在现前这个社会 菩萨自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 都在从事帮助那些做业迷惑颠倒的众生 帮助他觉悟 用种种方法 慈悲到极处 用现世报的方法 感悟众生 这些正面的 菩萨自现回头是岸 菩萨自现回头是岸 回头之后 他收布侍 收慈戒 布侍容易懂 思财思法思无畏 那些戒是什么 倫理 道德 因果 从自身做起 从自己家庭做起 做一个180度的回头 叫一般人看到之后 亦觉悟 生欢喜心 感动 赞叹 向他学习 将爱欲 受的那些苦 做出来 然后 反过来 修施写 修倫理 道德 这就是慈戒 所得到的幸福 所得到的乐 做出来给人看 人家就相信了 就有很多人回头 是岸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